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The way I'm inside The way I live for you 各位好 我是加州乐志的AI主播 我们常听人们说美国上流社会 中产阶级和低收入户 这种以经济分级的界限很模糊 对许多人来说 聊收入更多是依赖感觉 而不是数字 但是 你怎么知道你的感觉符合现实 华府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P Research Center的计算公式可以找到答案 据皮尤学者分析 美国一个三口之家 虚年收156,600美元财富和上流社会定义 这是美国中位数收入值两倍多 在2007年至2016年间 全美国前20%的家庭中 位数净资产增加13% 达到120万美元 与此同时 最低收入在这段时间财富减少约20% 美国最富有和最穷家庭的财富差距 正扩大成一个无底深渊 从1989年至2016年之间增长一倍多 2022年盖洛普民调显示 许多美国人把自己认定是中产阶级 根据计算公式 中产阶级收入指年收入在 522,200美元到156,600美元之间 以生活成本和家庭规模调整 相当于中位数收入值三分之二到两倍 人口普查局数据 2022年中位数收入为74,580美元 尽管自1970年以来家庭收入一直在上升 但皮尤研究显示 增长都发生在2000年前 短短30年内 中位数收入值上升了41% 达70,800美元 如果2000年后家庭收入 以相同速度增长 当前中位数收入值将达 8万7千美元 皮尤分析 三口之家年收入不到 522,200美元是低收入户 这在美国人口占大比例 38%家庭2021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 但地理位置很重要 例如 在堪萨斯 密苏里州这数字是中产 但在纽约市是低收入户 中产阶级依赖房产累计净资产 上流社会靠金融和投资增加财富 低收入户选择少 研究显示 财富差距越大 低收入户越难翻身 经济地位是一个综合写照 考虑因素不止收入 教育 地理位置 社交圈都影响阶级认同 综合财富不可量化 如心理和身体健康 人文 社交等 都跟个人收入一样重要 技术上低收入若感满足 生活品质就像高收入 部分上流社会 背着债务和财务负担度日 收入数字视为上层 并不代表内心富裕 有关美国的大小事 请跟踪我们加州乐志 记得按赞 分享 打小叮当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 hit like 然后请 subscribe 您的 channel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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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